我们要做分析 这是我们的课程的主要目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三张资料表 从关联这边来去看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怎么做分析 我们第一个思维应该是 我们一定是去看什么 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核心 所以一定是从它来出发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里面的一个栏位名称 它前面如果有加一个Sigma 这代表什么 数字性值的属性 其他都不是 像例如说日期 日期一定是文字 业务它也是文字 所以我们通常要分析的一个思维 一定是这样来去做思考 只要你关联建立好之后 你绝对可以去思考什么 例如说各业务人员 他的销售 他的业绩表现 是不是一个文字搭配一个数字 那请问你要算出业务人员的销售数 产品数 还是要去计算业务人员 他的一个总业务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实际 应该是总业务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衍生出有些栏位 这边是不够的 没错 应该还要再增加 决定来说 假如我今天我想要分析的事情是 我想要看总业务 那是不是要把数量跟单价相乘起来 或者是我想要去区分 区分建党日期是不是有2008年资料 2009年资料 那我想要算2008年整年的总业务 你是不是要再衍生出来 把建党日期衍生出来 2008年的资料 2009年的资料 衍生这样可以了解 好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 我要分析什么 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去做一个衍生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谁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编辑器 他通通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要分析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去思考一下 不多请你写出来至少50个 或者是100个都可以 这样可以了解 什么叫50个 什么叫50个100个 请问我可不可以分析出来 业务的销售总业务 可以哦 我可不可以算出来那个2008年的销售额 其实我都现在是文字找一个 数字找一个 我可不可以算出来我的2008年客户 客户主要客户的销售额是多少 甚至当然也可以去算2009年 这个客户跟我们购买 比如说主要产品笔记型电脑的业绩是多少 哇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这边12345 是不是C5取1 再乘乘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数量有三个 其实还不止 比如说你是不是还会算出总价 有单价有数量是不是还有总价 是不是4个数量了 好依此类推 甚至还有什么获利预估毛利率成本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算出来 而且这都要算算完之后 还有衍生累积的 累积到例如说我们先算完年 那有没有可能我要知道说 我从公司开始到现在这个产品累积的销售是多少 这也可能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比较 生产线的比较 去做一个调整 OK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我在跨资料表 100个不成问题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下课之前 我只希望你们要告诉我一件事 你觉得老板现在因为你做的第一张报表一定最重要 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思考清楚 你觉得老板最重要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先做那一张报表啊 您说是不是 所以下节课回来我就要问你了 请你一定要先思考 老板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报表 你先把它做出来 这才是重点 好 那就请你们思考这件事咯 画面还给各位